班 班?老人班還是私班? 不是吧? 真的嗎? 班就是 家的意思 家… 這裡證實一個家 究竟是什麼家 原來這個家裡還有東西吃 究竟為什麼好好的一個家裡有東西吃 還有吃什麼 說你也不相信 原來是吃水心 何謂吃水心? 看完你就知道 家裡有這麼漂亮的火爐 絕對不是小康之家 這裡面積相當大 有多大? 整間屋大概八千多呎 還未算對面停車場 對面停車場兩萬多呎 可以同時拍到五十部車 牽扯這間屋就有樓上樓下和外面 現在這裡就是咖啡店 但以前是住宅 這裡就是其中一間房 現在變成兩個人可以撐桌腳的小地方 向前看看 大家也可以一個人 孤單寂寞地坐在這裡喝咖啡 而這裡就是另一間房 這間房間 你會看到一些歲月的痕跡 這些水管位就是什麼? 這裡原來以前是廁所 這裡是廁所 但是房間的廁所 也相當大 還有這裡 話說之前店主打算安排 妹妹結婚的新房間 誰知道有些原因 我妹妹沒有結婚 所以就空了出來 現在當然要成為咖啡店 還有人客在這裡 這間本來是新房的房間 面積一點都不小 現在就變了給人客 用來喝咖啡的地方 說回來 其實這間屋裡 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人客們只需要買杯咖啡 隨時隨地可以在任何一個位置 喝咖啡 不喜歡坐樓下 坐樓上就可以 樓上還有幾個不同的地帶 不坐裡面、坐外面都還可以 而這間屋裡更加有個地牢 不是防空檔 是地牢 以前就方便主人 一家大小在這裡看電視攤頭 別說不差 今時今日變成一個藝術中心 今不久都會有些藝術展 今時今日展出的 就是這些具有藝術成就的布 不過我就不太明白 但不要緊 總有人喜歡 除此之外還有這棵牆 就方便大家已經想打卡 不過這間屋裡更加有個位置 每個人一定要去打卡 就是泳池 當然了 豪宅之中怎麼會沒有泳池 所以冬日妹妹就準備去游泳 去游泳 什麼事?你穿穿泳衣 大衛男 我小衛男是泰文 意思就是泳池的意思 你真是殺案 在泰國這麼久 看到女人不一定是真女人 看到泳池不是真的可以游泳 這樣也不明白 唉 一開場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 這裏吃什麼 吃水心 不是深淺的心 是深思的心 這個泳池正正是這間咖啡店的大賣點 很多人來都是為了在這個泳池裡拍照 問世間你有幾可 可以在一個沒有水的泳池裡拍照 沒什麼機會 這次來到這裏就可以了 其實在社交媒體之中 這裏都大熱 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不過來拍的時候 就陽光普照曬到不得了 大家就不敢下來 怕曬傷曬黑自己 一度晚一點 太陽沒那麼曬 各個蜂擁而出 走下來泳池這個位拍照 所謂吃水心 就是她的概念 那這裏究竟是吃什麼呢? 原來正式吃這些法式牛角包 據稱整個青米最好賣 最受歡迎的法式牛角包店 就是這間 每日新鮮出爐 你看看一看 湯開它 嘩 見到都軟軟軟 還有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她的爐 就是爐 都投資了過百萬匹 過百萬匹整個焗爐 你要買多少件包你才回到本呢? 不過無所謂 有錢人做生意都是為興趣的 這裏的牛角包 都可以說創意無窮 當然不是加些東蔭功 未來這麼便宜 裏面有些是流心 有些是黑松露 甚至乎牛肉也有 種類多多 難怪本地人這麼喜歡來吃 不過說真的 價錢不便宜 要百幾二百匹一件 貴過一般的海南雞飯 但始終都有捧場客 所以再加上外面的沒有水泳池 這裏就大受歡迎了 疫情之前 小弟也拍過不少大廈和樓盤 但說到泰國人住的屋 一棟棟的屋 就沒什麼可介紹 今次趁機介紹一下 雖然這間屋 現在已經不再住人 就變成一間吃飯的地方 但都可以見到 以前的無樣間隔 都依然還在這裏 在萊姆 oll你們 是 吃薄 那我